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现在看一下这个小区里面 静悄悄的 很多商店都关门了 因为现在外面全部封路 白天都封了 所以晚上更是没有什么人气 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买杂货的店 外面基本都用绳子围住啊 不给你进去的哈 这是个节目在本地的虎锅店啊 没有疫情的时候生意很好啊 但是现在也是空无一远了 看里面静悄悄的哈 市场里面还是有点能买东西啊 几乎都是 百分之百都是小区里面的人 这个小区里面可能有个一两千万元的人 有个人家库啊 居住的啊 入住的啊 入住的啊 还有很多没有入住的 没有疫情的时候这个时候很繁华 很多人喝酒吃东西啊 有疫情都早早都睡觉了 出来打点报我就回去了 这是个中国四川老板开的超市啊 当胡同名啊 中国人还是很勤劳的 外面放有消毒剂什么 这个老板人不错 因为现在简薄在过新年放假了吧 所以有人在还有人在这里洗这个路面啊 好 就看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